這酥皮五花肉也太香了 很多人都愛吃這道酥皮五花肉 但是它要用烤箱很麻煩 不會麻煩 只要掌入兩個步驟做出來非常完美 把五花肉老伴的話清洗一下 用冷水下鍋加蔥薑酒 把肉炒透 竹筋炒起來搭起來就可以了 現在改刀 不要切到肉皮上面 切到這樣就可以了 好 現在開始醃味道 用福建的老酒 生抽 蠔油 13香 雞精 鹽 換點糖 把它抹勻 醃15分鐘 醃時間到上面有點乾 醃的這隻刮掉 要烤得不容易焦 把肉上面搓一點凍 面上刷上百醋 刷完撒上鹽巴搓均勻 把烤盤底下鋪上洋醋 擺上五花肉 旁邊換點檸檬 再換點香葉 這樣可以繼續增加肉的氛圍 你還說這不麻煩 用油炸老早就好了 油炸出來太隱密 如果控制不到油溫 還有危險 預熱的話 放入烤箱烤30分鐘 把火調大再烤25分鐘 時間到 確實完美 太隱密了 太隱密了 被刮掉了 不然